人生在世难难难 我干什么经常说这句话 您看见没 就是难 有钱的人难 没钱的人难 有权有势的人也难 没有不难的 就是交朋好友这条道 也得掌握眼神 一旦失神了 看错步了 叫倒霉啊 什么事都能摊上 胡庆春这堂弟 胡庆昆来了 这小子就是个丧门精啊 咱们前文叔说了 他到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晚上买卖天天的笼帐 笼帐都有规矩 有一个人在旁边念仗 今天进了多少货 出了多少货 收住多少钱 分离丝毫都不差 三个小伙计 每人一个大算盘 念这人 写 记 文言一两二千八 那儿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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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全打上了 再加上文言一两四千五啪啪啪啪加上了 三个人的打的一样 这账才能落比 一旦三个人打的不一样出现问题了 银子那叫钱呢 长棍长春眼都红了 查 怎么回事 但店里的伙计都是老人的规规矩矩 人品素肠 没有手底下不干净的 可以这么说 多数年来没出现过这种事 那么大伙 马上就想到了胡庆亏 他经常被这手在柜台转来转去 收入的银子搁在一个大筹匣里头 有人保管了 假如这个人去忙活去了 这就没人看管 可能叫他顺手给顺出去了 胡庆春一听火望上撞 马上把胡庆亏找来了 清辉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缺钱了 没有 不缺 今天我跪上一封账 少了十两银子 这钱哪去了 我哪知道啊 你看你看 这平白无辜的 你想给我栽赃 怎么的 我吃了你几天 你心疼了 这不诬陷好人吗 我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这怎么说的 这这这 他瞪眼不承认 胡庆春明知道是他干的 苦无证据 好好 我算没说 往后这臭匣枷锁了 严格看管 告诉手下人密切关注 看看他干不干这事 抓他的证据 那肠棍本来掐半了眼角看不上 这回一看有了机会了 肠棍是格外的溜身 又过了几天 又过了几天 就发现 这个胡庆棍 从外边进来了 明儿个又破五了 吃点什么好吃的 有人说啊 明儿改善 还是炖牛肉 还行 炖牛肉的味道还可以 来来来来来 几账呢 这 他磨蹭来磨蹭去 长棍给他闪了个机会 假装上厕所 离开装银子那臭匣 暗中盯着他 一看胡庆棍 这小子转又来转又去 贼没鼠眼 身边无人 他们的丑相拉开 磨了块银子 不知多少的 拿出这银子 刚要往兜吹 呐 长棍一个箭步就蹿上来 抓住的手腕子 别动 把他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 哎我的妈 银子光当掉到地上 长棍就喊 来人啊来人 伙计们都过来了 这有证据 我说二掌柜也好 三掌柜也好 我说你刚才干嘛来的 啊 我问 这银子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开筹价 拿银子你不通知 你跟谁请示了 老当家的批准了吗 是我们同意了 这会抓住你手腕子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 没词了 胡庆春回来 大伙把这事如实一说 胡庆春气的 废子都炸了 兄弟啊兄弟 你呀你呀 真叫人不伤心的 你公然做的贼 你还不偷别人的 你偷你哥的钱呢 这钱是大伙的钱 你懂不懂啊 上次少了十两银子 我不追究 你叫我拿证据 我拿不出来 我没想到你是贼 这回你怎么解释 你说 他再矫情 亏理呀 这小子也会来事 哭通 被胡庆春跪下来 大哥 我做了 这些确实钱是我拿的 为什么这么干 我花笑大一点 你们都有活干 站着身子 我没事就在北京溜达 这北京实在是太好 但我也发现 没钱寸步难行 我嘴巴也馋 我也好花 这钱实在供不上 所以嘛 都有那么句话吗 良心丧于困地 我看那抽价也没这管 我就拿点银子 我可不是不告诉你啊 我打算一年到头 拿的都是银子 我一块告诉你 你听 这不是赖词吗 一块告诉你 将来我有了钱 那天我再还给你啊 呸 满嘴胡说 怎么办吧 你在这不能待呢 我不是连你 你自己走的 收拾收拾东西 我给你拿路费 回家去吧 永远也不许登德剧权的门 休怪我下次六亲不认 怎么 可这小的真是个滚刀肉 跪那没起来 我哥 古人有那么句话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我也是人的 是不是 我也有马高邓短的时候 人哪有没有毛病的 但是我确实不对 下不为例 您这不一教训我 我下回我改了不行吗 我一定改 我要不改 您不但给我撵走 您打我骂我 甚至把我扭送的官府治罪 我没有含怨 说什么 他也不走 血缘的关系 没办法呀 胡庆春是长叹一声 哎 时也运也 命也呀 老胡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号人呢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自己说的 红嘴白牙 下不为例 再叫我抓了一次 休怪我翻脸 无情 刚才你说了 你要偷这些钱 我要把你送到衙门 最少判你五年徒刑 你懂吗 我懂 我全懂 算了 这事过去 这事又过去了 您别忘了有句话 就狗改不了吃屎 这人是天生的也罢 后天的也罢 他走过这邪道了 很难收手 银子他摸不着了 他又打其他的外主意 但是说这一天的溜得来 溜得去 到了鸭局子了 全人开的鸭局子 这小子进了门 哎呀 买卖真红货呀 买鸭子都排队呀 这不错 恭喜发财 全人一看是他 赶紧迎出来了 那叫什么 叫二冬家吧 这是个客情的称呼 二爷来了 啊 来来来 你一叫 我叫杨全人呢 见过 见过 你冲冲忙忙到那会儿 见着我哥交代了几句 你转身就走了 我听我哥介绍 你点是开的鸭局的 你使用这地 还是我哥的地 对吗 对对 一点都不加 您做客师说话 哎呀 你这买卖还真红货 真不错 正好这是二拦子进屋了 进屋给泡茶 管他也叫二掌柜的 这小的撩眼睛一看 呦 心里说话 这小美人 长得真材料哎 我从山西太原到了北京 我也没少见女人 还没一个能赶上她的 这小的俩眼就有点发直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二兰的一瞅天的德行 外里的 到了晚茶 转身出去了 这小的没话 打个话 我 我全然啊 哎 我在这呢 哎呀 刚才那女人谁啊 哎 这个是我见内 见内不就你媳妇吗 正是 哎 我说你好命啊 娶了个大美人啊 哎 我从那年画上 看过什么招君 看过什么贵妃 赶不上你媳妇 呀 您过誉了 哪有那么美呀 一个家庭妇女 不不不不 有过之无不及 哎呀 你艳福不浅呢 哈哈 我恭喜你 哈哈哈哈 扯了几具蛋 人家全人的忙着 他告辞走了 回去他睡不着 这样了 什么事 惦记全人的媳妇 你说哪有这么邪的 啊 这小的翻来覆去 睡不着 总想占便宜 没过两天 他又到压局子来了 全人不在 王老爹在 王老爹也知道 他的身份 也盛听款待 让他坐下给他泡茶 王老爹那忙着呢 说你先喝着茶啊 全人一会就回来 我就忙我的事 你忙着 你忙着 正这时候 二篮子进屋了 篮子一看当家的不在 来客人 不看他 还看在胡庆春的份上 来蓄水 低着头拎胡 刚要走 这小的控制不住了 你伸手 我篮子的手给抓住了 篮子吓了一跳 你 你要干什么 嘿嘿嘿 哎呀 小美人啊 我我我劝全人 我说来的 我说全人呢 你是好福气 你你你真有艳福 娶的这媳妇 比化身的美人还漂亮 这玩意 他也不能被窝放屁吃毒的 对不对呢 哎 我说 我说你听信了啊 胡庆春是我哥 我是胡庆辉 将来这买卖有我一半 我要到了掌柜的 我那钱有的是有的是啊 这你要跟我亲热一回 我能亏待你吗 你放屁 把篮子气得浑身立头 转身就走 这小子狗胆抱天 过来拦腰把篮子给抱住了 你说这是什么品德 男子破命的喊 救人呐 王老爹在外面听进来 听声音不对劲 三步并成两步 闯进屋里来 你看 怒火中烧 王八日的你敢非礼 过来揍了胡庆辉一个嘴巴 胡庆辉一刷手 男子哭着跑了 王老爹起的浑身立头 好他妈小子 你错翻这眼皮 你跑这找便宜来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我们饶不了你 这小子见事不妙 是撒腿就跑 他跑了 这事能蒙得住吗 王老爹能不跟全人说吗 全人听完之后也气坏了 爹来道去的想啊 你说不管怎么说 他是我恩公的弟弟啊 你说这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后果 但不说这口气咽不下去 我跟身边有这么人 早晚他得吃亏啊 不行还得说 全人控制不住 把这事跟胡庆辉说 哎呦 胡庆辉一口气都没上来 好学们死过去 哎呀呀呀呀呀 这是个畜生啊 畜生啊 去 把胡庆辉给我找了 大和的二和的 人们听完之后 无补气满兄堂 像鳞贼一样 把这个号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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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过来吧 他一看他哥哥 脸色都发青 嘴唇都发抖了 他心里都有鬼 哥呀 是什么事 啊 谁是你哥 你玷污了祖宗啊 你做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事情 我问你 你干什么了 说 铁证之下 不得不说 坑吃别度的说了 最后他找一个歪理 哥哥你是知道的 我今年这么大岁数呢 连个媳妇都没有 人家都不嫁给我 我是寂寞难爱呀 人们都有七情六欲 这个叫蓝子长得也实在太好 我一时糊涂 我做了错事了 哥你原谅 啊 啪啪 胡敬春扇了他俩耳雷的 这下可够坐实的 十个手指腿 把这小孩打猛 胡敬春气的 马上收拾东西 滚 快滚 你不是个人 那你一点弟兄之情不念 我要不念弟兄之情 我就把你扭送官府 到的快就判你的罪 快给我滚 把这个东西收拾收拾 给扔出来了 这帮人谁拿他当人呢 大合的二合的 还踹了他两脚 滚 滚 狗他妈改不了知识 神挖东西 快走 他想不走 还摆肉头认 不好使呢 这帮人要动家不受 就抽他 他实在没辙了 把东西收拾收拾 哎 一摸呢 里边还硬邦邦的 什么玩意儿 掏出来看 五两银子 就说胡敬春这个人 办任何事情 没有绝情 你说你把他撵出去 他得吃饭 他回家他得有路费 现在他身上分文没有 尽管他不是个人 我也不能做那种绝情的事情 包里他还给包了五两银子 做到了人质意尽 这小子他知道这钱是胡庆春给他的 他不但不敢恩 他心里就变了劲了 胡庆春 胡庆春 你他妈忘恩负义 我听我爹说过 你跑北京的做买卖的时候 一开始不怎么的 我爹还给你打过若干的银子 你才在北京落下了脚啊 如今我来了吃你点 你瞅你那个不高兴啊 就答我犯点错误 重其量这算什么呢 你有那么多的钱 我偷你个十两八两的 在你身上来讲 九牛一毛小菜一碟 你至于当众把我骂得个狗血喷头吗 这小女子长得漂亮 我有点动心 做了点越轨的事 她也不至于这样 你瞅她的德行 胡庆春啊 你想被我放屁吃毒神 你想独占得具权 没门 这买卖有他妈我一半 迟早有一天我回来跟你算总账 你气死我了 他又一想 人在世花在时 我现在怎么恨也没有用 这机会一半时也来不了 那眼前的事怎么解决呀 天一天比天冷了 他还不打算离开北京 就到前门外 找了个月来客栈 他有个安身的地方他住去了 一问这个价钱不太贵 四个人一扑卡 大伙均摊这钱 吃饭呢 就是粗面条 乐意吃算活是钱 不乐意吃你外的自个吃去 比较公平 这就住这儿了 心里盘算着我回太原 不能回去 回太原 见着父老乡 结果怎么交代呀 那在北京我怎么待呀 哎呀 闹心死了 胡青春呢 你把我害的这不天地 这不是找歪理吗 是胡青春害他是他害旁人 拿着不是当理说 这就叫坏人 晚上他睡不着觉 就看他那邻居 邻铺那三位都出去了 一会儿回来数钱 他有点好奇就问 三位 你们在哪行发财呀 我们呢 没职业 没职业 你们这钱在哪儿挣的 哎呀你问这话太天真了 后边就是个大赌局 晚上没事我们去赌去 今天手气好 我们仨人都赢钱了 数字的有多少 算了一家一家二家这 快一两银子 咱哥仨三一三十一 这发了财的挣钱真容易 这一捣鼓 这胡庆虎心里也痒痒了 对呀 哎呦赌局 赌咱不外行了 从小我就干这 我也去赌几把 就凭着这五两银子 我捞捞烧 我一旦发了财 我也混出个人们狗样的 我叫胡庆冲看一看 我也不是个省丘灯 我还得报复 他想这进了赌局了 这赌局还真不小 热火朝铁 是无缘仗情 打添酒的 搓麻将的 支骰子的 加花红宝的 应有尽有 他跑这押宝来了 押宝快等 一开始还真别说 他赢了那么一两来银子 你就收手不 不行 贪得无厌 后来是越玩越输 越玩越输 五两银子全输光了 那么输完了 你就走呗 没钱了 他一打听啊 这宝局还有特殊的招待 凡是你赌钱的 没钱 没事 柜上可以借给你钱 不过加利息 你的准时环 上着胆子 厚着脸皮 借了一两银子 写了字就手牙按上了 要不人知道你是谁啊 你借钱你跑了呢 哪找你去 这个你放心 他跑不了 回来一转身 一两银子输进去了 再借 借了五两银子 全输光了 拿什么给 人家借钱的主 抱着肩膀 刺着牙就乐 你是不是住到越来客栈 就借钱吧 欠我们五两啊 从今天起算 一天不还 加一两银子 将来连本在利 你必须得给 我哥们你掀量掀量 你想赖账 想离开这地 一走了之 你走得了走不了 你那两条腿 给你卸下来 走吧 哎呦 他说 所以宝橘子这帮人横眉立目 呲牙咧嘴 手里头都有家不事 哎呀 胡庆辉一看 这家 我落得真是雪上 加霜